嘿,大家好,我是米粒 本期视频给大家带来唯美又复古的蕾丝款蝴蝶结 记得点赞收藏哦 我们开始制作吧 首先制作蕾丝 米粒用的是现成的蕾丝浴拌粉 直接加水搅拌就可以用啦 将蕾丝液刷到模具上 等待晾干后脱模使用 擀一块糖皮并裁切到合适大小 将蕾丝粘贴到糖皮上方做装饰 中间电纸晶做支撑 两端向中心处对折粘贴固定 捏出M型褶皱 擀一块稍窄一点糖皮捏出褶子 作为蝴蝶结中间的装饰条 再擀一块薄一点糖皮 裁剪成两块稍长点的弧形片 上窄下宽作为蝴蝶结的缎带 将蕾丝粘贴至边缘做装饰 窄头捏出褶皱 唯美又复古的蕾丝蝴蝶结就完成了 如果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 欢迎在下方留言 记得关注点赞收藏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